昨天说人这个立志那个立志 我发现我是最立志的那个 大家好我是老郎 今天我刚跟温暖出去吃饭 又被人豁足了 大哥从江苏过来 看见我车停在路边 一眼就站出来 然后我车前面放了一个奴车电话 结果打电话 然后我们碰上了 大哥怎么称呼 姓王 叫王真龙 王哥 哎呀这名字好大吉 大哥为什么说立志呢 上一次是我老王头 王苏是 他是 在家是 他是中风 也是平单 大哥也是有点中风 然后还有什么 中央追管下宅 中央追管下宅 在床上摊了六年 然后是2020年 20年开始做了最后 16年开始 16年在康人就开始卧床 然后 20年做完手术之后 这个开始正式出了旅行 现在你看这人 啥事没有了 正常 之前是 16年之前是正常 啥事没有 16年9月份的时候 就是后来就是 陡然的早上起床的时候 下床 起不来了 起不来了 着地了 没有知觉 腿就没有知觉了 没有知觉了以后 后来就到医院里 9月16号 16年9月16号 后来就住院了 住院就在 镇江的康国医院 做了第一次手术 一查就了不得了 一查 当时以为是 这个叫腰间盘突出啊 本身就我们这个年龄 多一点腰头 后来查就按腰间盘突出治疗 治疗这个做了手术以后 没有用 还是不能走路 不能走路这般呢 后来18年 所以又到医院里 他因为他没治好办 嗯 再搞一刀 又开了一刀 开了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不行 后来以后就是 请了上海的专家 上海的专家 都开了一刀 开了一刀以后 现在可以走了 但是呢 现在就是 一公里 两公里可以 两公里以上的还是不行 走的时间长了还不行 像登山什么东西 都要插进去 然后前后开了三次刀 全部开了三次刀 现在基本就全康复了 现在基本上就还行吧 就是后来学了个照 就是开了车子 买了个车子 开了个车子吧 去年这不是新的新的 海南转了一圈 奶奶学的驾照 奶奶学 我是22年5月份的 前天学的驾照 23年就出来了 出来跑了 大哥看着我那个 开开凌羊出来玩的 人家也出来玩的 这也是中了我的毒是吧 不是 你是改变了我这个下半身的这个观念了 我以前以为总是治不好 我心想这辈子可能就要在床上过了 但是看到这个老郎这个精神啊 我高的也是这样子努力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哥是买了一个长安的那个 欧诺S 欧诺 欧诺S 欧诺S 嗯 它是一个 相当于面包吧 但是它是小客车的手续 嗯 五座的 原车座位没动 直接在那边用行李 用那个箱子 摆成了一个床 晚上在那睡 嗯 买了一个户外电源 给自己供电 因为它用电很简单吧 只有一个手机 充个电就行了 也没什么别的东西 然后一上面也没有额外的加装 就简简单单 晚上在这边一睡 看这边做了一个小桌板 这机啊 果然 这个是自己搞的一个 车的桌板 果然便宜有便宜车有便宜车的好处 随随便便打个螺丝就打着了 你要让我那车打螺丝 我还有点舍不得 哈哈 哈哈 哦 这边又加了根杆 躺那个 就是躺床的 刹车 他有那个刹车 他这个 我这个箱子放在这里 哦 他会跑 这回我会跑了 哎 他会跑了 加一个很干 很简单的 大米 水 水 这个冬天的衣服 棉袄就放在上 然后往后 大哥 大哥是旅行 今天都走过哪了 我都走到哪了 我就是去年出来的玩 啊从去年才出来玩 去年3月2号出来的吧 啊都去哪了 去了 沿南这个就是228 从宁波开始 就普陀开始了 沿岸公路 然后到东兴 走219 走219 然后219 到云南西双百纳 然后就一路走吧 一路走 然后走 本来是走 丙茶茶的 因为车子 当时去的时间早了 嗯 被劝返了 然后又走宝山 改了214 到德青以后 然后再走 德贡公路 然后再走 丙茶茶上去了 嘿 然后又去了西大 然后上去以后 我还没去西大 先去了 先去了这个 就是走的这个 72轨吧 爬72轨 然后到邦达 邦达去昌都 然后在317 又往东子 去德格 到德格 然后到这个 社达副学院 然后在南面 再穿过这个317 到318 然后顺着318 以后 然后到西大 到拉萨 到拉萨 然后热喀子 一直开到 四川河 完走219到新疆 然后没走219到新疆 然后就是到了四川河以后 由于这个装备不齐全吧 有点凶闷 高板 又返回那去 又返回那去 走109 啊 走北线 那个阿里北线走回来到那去 完走109回格尔末 走109 然后就再到格尔末 然后在格尔末以后 走315 走315 芒芽 这个若昌 明峰 然后河田 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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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回过来到库车 库车走毒库 从那个阿克苏到库车 然后到毒库公路 然后跟独库公路正好去的时间是6月20几号 啊再去伊犁 开了再去伊犁 开了以后开了以后然后就是过去了以后到了 不是到了这个巴音布鲁克啊 巴音布鲁克以后然后就是往西走 巴音布鲁克就没有往上走了 那拉提草原 哦 这是跟那可以去的哪啊 那拉提 然后再去往去 然后然后就是往那个再往西 就是这个郭区皇军供的那个御马 啊 昌旭宝马 伊犁去了吗 昌旭去过以后然后就往伊犁 伊犁 然后就到塞里姆湖 啊 塞里姆湖 然后再回过来以后 克拉玛伊 对回回过来克拉玛伊 然后就往北上 上阿勒泰 阿勒泰 康纳斯 在康纳斯 然后在本本打算是沿的国境线 计划是沿的国境线 啊 后来到了这个康纳斯以后 33117就不对了 啊 算了我就顺的先回去吧 反正是时间有的是啊 走了一大圈 以后再走啊 然后就走这个 走这个这个叫 叫什么路吧 312 哦 是克312出来的 冲哈密出来的 然后不 我是走对 走312一直回头 就是往顺的这个 护山 护山路 啊 到嘉玉关 然后就 嘉玉关 张耶 什么 九泉 这个 整个西安 五威 到五威 到白银 走没走白银呢 走了吧 走了 应该走了 白银明夏 银川 银川没有上 没有走银川 路过银川没有北上 那应该是走延安那边吧 没有 就走山西 然后过来 就是 就是先过来以后 就是往这个 往往冬子 一直往冬子 就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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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啥时候出来的 今年3月1号出来了 3月1号 这也一个一个月了 正好是赶上高速免费 然后到这块车辆到保了 就跟这下高速 正好正好我停车这个位置 那边就有一个车辆保养的 大哥下来保养 晚上搁这儿停车 就看见我车停着了 我车有辨识度 行李箱大 还上面还有绑着东西 然后就看见我车前面有电话了 就给我打电话 当时我一接电话 我当时我哎呦 我什么电话 我没买我没买快递啊 哈哈哈 结果一接 你这一说我就形成过了 肯定是看见我车 然后看见我电话号了 嗯 大哥接下来还要往峨梅山走 他也是一个佛教的信徒 这次出了也都是各个佛教的圣地去转一转 下一步准备去峨梅山是吧 对去峨梅山 嗯 挺好的 现在今天今天到六十没有六五十几 你五五十几 我六十了 已经六十了 已经六十了 哎不像看见 哈哈哈 还不像呢 所以说出来善善心 心态也年轻 人也人也健康 都出来走走吧 哈哈哈 开着这个小面包 自己在车上一坐 自己一吃自己一住 就油钱是华销 剩下吃点 也不是大包饮包食 这就是在胡吃海喝的 真的花不多少钱